今天跟我們的鄉親好朋友討論的最後的結論 就是我們會在7月2號禮拜一 正式在永康的櫃田飯店正式召開一個叫做故鄉的呼喚記者會 那我們會正式投入台南市長的參選的一個記者會 現在跟我們談一下 我們的內容我們在7月2號因為這個還要去準備這些參選聲明 整個的想法會在參選聲明裡面跟大家做報告 但是我們的記者會名稱也是很清楚的叫互相的呼喚 那我想大概詳細的內容我們就在禮拜一的時候來跟大家做報告 我想我們這幾年來其實一直在關心的就是整個台灣的經濟的困境跟社會的困境 那也特別關心整個台灣的南北差距跟成像差距 那這是作為一個曾經在台南擔任過三屆立委兩屆縣長的人 對整個台灣這種南北差距 成像差距認為沒有解決 所以我們回來努力20幾年還是沒有在制度上做解決 所以這幾年我其實就在研究怎麼去解決這個困境的制度 要怎麼去修改 那麼這幾年的研究我們真的發現到說 台灣那麼關鍵在政府集權集稅 稅金都被中央收走了 比如像台積電繳了六百多億的稅金 結果地方沒有收到稅金 全部被中央拿走了 那麼這是造成的整個地方經濟沒有辦法發展 那麼年輕人必須要離鄉背景的關鍵的原因 所以這幾年我們一直在推動新地方的制度 怎麼樣讓地方再生 好妒忌 我們請教育誠 分析 14項目 也有 我們請教育誠 你找個榮誠 我們請教育誠